去年欢喜夺下队史第十座总冠军 终止统一世队挑战联法 除了资深墙头潘威伦 依旧站稳先发 严守老将高国庆 陈庸基 同样肩负忠心打者要脚外 上级包办打击双冠王的超级新人林安可 更是备受期待 林安可谦虚地说 得将已是过去 新赛季自己仍有许多缺点必须修正 包括降低三阵率 提升对左头的攻击成效等 去年季中选秀首轮选进 外界看好有旅外潜力的 新秀三壘手林子豪 也有机会加速登上一军 给予球队火力支援 运动员就是不断地要去进步 然后去改进自己的缺点 然后只要我把自己做好 然后尽力这样就好了 希望可以在季中前上一军 然后在一军有好的表现 除了潘威伦 去年拿下最佳进步奖的正军人 也是球队本土投手 在牛棚的倚重战力 球队春迅也特别颁发突破奖 期待他新球季表现能更上层楼 去年是自己第一年丢了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球季 然后也都是在一军 应该说不是说设定想对 就是看自己能就是撑几局这样 希望一年比一年的再更好 然后就是也希望人就是持续地在为球队付出 立平师队王朝 同一时开季也准备了四名羊头 不过丙总林岳平说 仍期待师子谦江成燕能成长接棒 擦亮师队土头招牌 至于中心打者则既望郭富林 吴杰瑞和陈崇宇能持续精进提供进攻火力 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南报道